唐尿病 唐尿病 事实上在整形外科 那可是呢 身为整形外科的医师呢 我们治疗 唐尿病足的伤口 事实上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一直在这方面呢 做了很多的研究 不论在伤口的处理啊 用什么样比较高级的方式 比如说一些人工蒸皮 甚至于现在发展的细胞治疗等等 但是呢 回过头来 唐尿病的控制 还是最根源的重点 所以说呢 那我很高兴就是说 在国家医院呢 很鼓励在产学的合作方面 那我们就 我就接触到了一个 一个健康的食品 那这个健康的食品呢 是所谓的db-free 那这个db-free呢 里面呢 有一些特殊的 一些这个天然的成分 那这些天然的成分呢 是有机会 降低一些发炎的反应 尤其是我们的器官 其中很重要 像胰胀这个器官的一些的修复 是 那基于有这些 基础的研究的根据呢 那当时呢 也接触到了这个 这个产品 那当时就在 呃 产学合作的这个架构之下 那我就进行了这个db-free 针对血糖调控 还有糖化血色素的 这个降低的 这个隐低传研究 在接到这样的一个 可能有帮忙的健康食品的 这个临床案子的时候呢 呃 我们在设计这个 这个临床计划的时候呢 都会考虑到 要维护病人的 基本的 这个医生能力的 是 原则 那其中呢 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健康食品 有可能可以调供血糖 有可能可以降低糖化血色素 是 但是呢 它本身目前所接受的 标准治疗 基本上呢 我们是不希望 变动的 是 也就是说 病人的基本健康 基本的这个医疗 我们还是要尊重 是 那当然在 研究的理想上面来讲 我们当然是希望 透过一个更好的 一个治疗方式 或者是营养的补充 可以让病人呢 脱离的西药 脱离的打针 脱离的痛苦 那当然是最好的 不过呢 在研究的计划开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病人 基本 传统 或者标准治疗的维护 是 那其中呢 经过了这些的 临床研究发现 那确实有几个案例 让我 是非常的 这个 高兴 那其中呢 有一个案例呢 就是一位 这个罗先生 那罗先生 他也七十多岁了 那职业军人 但是呢 他糖尿病有 大概有四十年的经验 是 那四十年当中呢 又是打胰岛素 又是吃药 是 那另外呢 他也都 寻求了非常有经验的医师 来加以治疗 那但是呢 他的血糖啊 糖化血色素啊 始终在一个 相当高的一个 层次 那 于是呢 就是他参与了 我们这个的临床研究 那参与临床研究之后 很特殊的时候 他在初期一参加的时候 同时使用了这个 胰岛素 那同时使用了这个 营养食品 一开始就发现了 血糖有偏低的情况 是 当时呢 他非常的担心 所以说也跟我 计划主持人联络 那同时他也去询问了他的医师 那在我们的评估之下呢 我们认为 这个产品呢 使用呢 有可能已经起到了一个 控制血糖的一个作用 是 所以就建议他呢 把这个胰岛素 可能可以降低一些使用量 那一方面呢 也是根据他实际的血糖变化 那经过他的这个主治医师的同意 那病人的这个 这个同意之后呢 那这些药物呢 确实就开始降低 那降低了之后呢 低血糖的情况就没有了 可是呢 在数据上面 就产生了一个非常 这个让人振奋的一个结果 那他在一开始 马上提应到吸药的状况下 那糖化血色素呢 有稍微提高 嗯 从7.3 降提高到了 最后有一个8.0 那但是呢 接下来就往下走 然后糖化血色素啊 血糖的控制呢 就获得了很好的改善 一直到最后呢 他药物吸药呢 几乎维持到了一个非常少的量 但是呢 那在这个临床研究的结果呢 他的糖化血色素 也可以降到6.3 嗯 这个这个level 那由此可见呢 他不但需要的量可以降低 而且呢 透过这个营养食品的补充呢 他可以有效的控制了血糖 跟糖化血色素 是 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 哇 很惊讶的一件事情 是 除此之外呢 他有很特殊的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呢 曾经发生过这个脑下垂底的疾病 是 那发生这个疾病的时候呢 他就很幸运的 接受了一个非常成功的手术 那手术切除了肿瘤之后呢 一切都恢复正常 但是 他的嗅觉 因为手术必须经过鼻腔 来进行这个手术 是 他的嗅觉自从手术之后 就再也 没有那么正常了 是 他几乎都没有办法闻到 这个食物的香味 是 但是很令人惊讶的 他非常的惊讶 就是 他接受了这个 Db-free的这个临床研究之后 他发现 他有一天 在烫青菜的时候 竟然闻到了 这个青青 这个蔬菜的 这个清香味 他觉得 这个是什么味道 怎么那么好闻 他下了一大条 这时候 他才警觉到 原来他的嗅觉 在停掉了吸药 持续使用Db-free之后 没有想到 竟然 开始恢复 那另外就是 因为他常年呢 他也有一些 呼吸道的问题 经常有时候晚上睡觉 这个不自觉的 会咳嗽 有轻痰等等的症状 那但是呢 很奇妙的就是 跟他一起居住的 他的儿女 有一天突然跟他讲说 欸妈 你为什么 这个晚上怎么都没有咳嗽了 他说有吗 我都没咳嗽 就后来他自己 注意了一下 发现真的 这种不由自主 或者是经常 肺部不舒服 需要咳嗽的 这种症状 竟然也都完全都消失了 以上我所接触 两个很特殊的案例 那他们都 在血糖 以及糖化血素素方面 获得了很好的控制 那另外呢 他们在吸药的使用上面呢 也能够减少他的使用量 甚至于引导素的注射 也可以减少了 甚至于就可以不用打了 那另外还有对身体 其他的功能恢复的一些的惊喜 所以说呢 这个临床试验呢 我身为主持人 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 就是说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果 能够帮助到这些糖友 一个健康视频 得到一个 在一个非常好的科学规划的 研究计划执行之下 能够看到一个科学性的成果 而且是一个好的成果 那这是让我们研究人员 非常高兴的事情 但是呢 我也很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说 糖尿病 这种慢性病的 尤其健康的控制 它不只是一个食品 也不只是一个药物 那其实还包括了生活习惯 的一个控制 尤其像饮食的一些控制 那在我们执行这个 临床研究的时候 那我们的所有的团队呢 他们也都针对糖尤的饮食 有做一个健康的指导 那这些糖尤们也都配合这个研究计划 健康指导来执行 所以呢 我认为有好的健康食品的推出 然后看到科学证据之外 在未来我们必须要在 这个糖尿病的饮食方面 或者生活习惯方面 我个人认为呢 必须要再进一步的研究 希望呢 我们的糖尤 这个糖尿病这个疾病呢 可以在一个非常完整的 一个这个 好好的治疗之下 无论是食品 还是药物 还是我们的这个饮食 生活的习惯等等 那能够做一个非常完善的 total的一个solution 完整的一个解决之道 是 所以我们团队呢 也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呢 也有充分的信心 同时呢 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念 在后续的一些研究发展上面呢 我们会把这些的元素 是 一一的来这个厘清 同时把它整合起来 是 造福所有的糖尤 是